本期节目由金道集团特约播出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静贤 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回顾到在本周三的时候 加拿大央行宣布维持隔夜利率于1%水平不变 基于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下次加息的时间是由明年的1月推迟到了3月份 并且也将会明年加息次数由4次下调至了3次 在7月和9月连续两次加息之后 加拿大央行这次表现出的谨慎态度 也是拖累到了加元大跌 那今天相关的话题 我们也是请到了金道集团投资研究主管 郑广富先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你好 欢迎您Patry 好 我们来说到这个加元的话 所以您就是说接下来加元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势 有没有可能会继续的下跌呢 暂时看到就是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了 那之前它的两次加息呢 是因为他们的 他们看到这个经济产能 已经恰多达到一个极点的状态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它的设备的使用率是达到85%了 那这个如果看平均数值来看的话 从1987年到2017年的 这大概30年间 30年间它的平均数值是达大概是83左右 那现在已经超过了平均值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还无加息的话 可能会引发一个 这个经济过热的情况 所以两次加息呢 可能是采取一个比较快的一个 或者一个比较大的力度 首先让市场引起这个关注 然后才慢慢的去调整这个利率 但是他也提到就是说 目前来看面对的一些不明确的风险 还有就是说 它对于加息之后 市场有什么反应 整个经济的那个对利率调整的那个反应 他们还要观察 所以暂时来看 我们没有看到就是说 它有可能到明年的下半年 才有可能加息 因为它亚当央行也把它 那个经济增长 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向下调整 所以目前看的话 似乎短期之内在加息的可能性 不是太大了 是我们也看到 他说把这个明年的这个加息次数 也是有四次会改为三次 那所以这个佛舍你觉得说 以这个加拿大的经济来看的话 其实算不算是在这个发达经济体当中 算发展的还比较好的呢 它一般来看呢 就是说它长期基本上处于一个双赢的 就是一个出口盈余 还有财政盈余的状态 但是金融海啸之后也没有了 就是说出口了出现一个下降啊 然后财政也开始 因为政府要增加开支支撑着经济增长 所以财政也出现了赤字 但整体来看的话 如果美国经济复苏的话 那对于加大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目前就是特朗普要重谈这个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那这个可能会在这个短期之内 造成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如果跟特朗普来谈的话 最终应该可以 就是还是可以达成协议的 我记得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从七月份开始 大家在说这个货币上要投资什么样的货币啊 其实大家也会提到这个家园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家园一路也是涨得不错 但您就是说现在家园算不算已经是到顶了呢 如果从技术上来看呢 美元对家园呢 如果反弹 就是今年五月到最近的十月份 这一波的下跌下跌幅度大概百分之五十的话呢 那就会达到一点二九三零附近 那一般呢 从技术层面来看呢 百分之五十的调整或者反弹呢 是一个阻力位置 所以暂时来看 目前美元对家园已经涨到一点二八六零 这个水平以上 也就是说距离这个阻力位置 大概只有一百个点子还没到 所以暂时来看 似乎这个美元对家园的上涨的那个趋势 快要到达一个阻力位置 然后就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回落 回调 而我们再来说这个新西兰的大选 我们看到说这个新西兰大选结束之后呢 是获得超过7%支持率的纽西兰第一党 决定要和得票率约36%的工党 组成一个联合的政府 那其实之后也会为他们签署一个 就是说共同来联合执政的这样的一个签署的协议 那受此消息的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纽约的会长 也是有一所有所这个下跌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 他这个支持位会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支持位呢 刚今天我就量了一下 基本上我突然发现了 就是纽约对家园呢 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所谓的下跌的量度目标 就是0.6845这个位置 那今天当然最低跌到0.6818 这个跟之前那个底部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底部 那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 纽约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已经是触底了 短线一个触底 当然之前那个炒作呢 还要看 就是说第一党 他什么时候就会 就是说跟这个纽约央行要跟他沟通 就是说你要把什么就业啊 还有这个汇率啊等等这些 都加进这个货币政策里面 从而就是推动经济增长 这个是主要造成纽约大跌的原因 因为如果他要就是说要压低这个汇率的话 那一个做法就减息 一个做法直接的就是在市场干预这个汇加 当然纽约央行也经常在市场里面干预汇加 但是这个看到的事不是太明显 因为你不会发觉他有干预汇加 甚至他有一次就是干预之后 要向市场公布 我曾经干预汇加 你没有发现这样子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似乎这个家园纽约这个下跌 在目前从技术层面来看 有一个稳定下来的情况 但后世还要看他执政党 就是联合政府上台之后 他们的政策如何影响这个纽约会将 是那同学我们来说到这个澳洲 因为我们来看这个澳洲九月份的通胀的数据 并不如预期的那么的理想 九月份来看的话 但是依然现在有的说法是认为说 可能这个澳洲的这个联储 将会比这个新西兰的联储的话 可能会更早的加息 还有知道我们说这个新西兰的联储主席 可能到了下一任的话 他们都会普遍认为偏鸽派一些 那所以现在大家就普遍说 看好这个澳元对纽约 你怎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刚才如果配合刚才我自己说的 就是纽约对美元 如果已经在0.6845这个水平 或者0.68美元这个水平触底的话 似乎短期之内纽约会出现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 而澳元还是没有 就对美元还没有到一个底部 那它可能要跌到0.70 就跌破0.75美元才有可能出现反弹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澳元对纽西兰元有可能会轻微的下跌 大概两三百的点子的可能性比较大 当然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澳元对纽西兰元其实它即使是1.1也是偏低的一个水平 所以从中长期来看的话 澳元对纽西兰元还有上涨的一个空间 空间比较大一点 然后你说这个加息的因素 如果从这个层面来看 澳大利亚储平银行加息 这个纽西兰央行叫快加息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目前没有看到纽西兰央行 在这个时候会加息吧 因为你要控制 如果要控制汇率的话 应该加息可能性不大 如果这样比较来看的话 这个说法是可以这样说了 可以这样理解 另外我们来转到另外一边 就是这个美国方面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元 已经是从这个94的高位下来 那么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美股 是有所大跌的 可能现在整个市场对于特朗普 接下来的这个政策会怎么走 也不是非常的明朗 咱们来看之后美元的走势 美元的这一波 比如说从昨天的这个欧洲央行议息之后 欧元下跌来看的话 美元指数其实已经涨到 涨破94了 那如果按照欧元它占的比例 我们推算一下可以 欧元对美元呢 目前已经跌破了这个支撑点1.16 如果下面那个良多目标达到的话 1.12达到的话 按照它占这个美肺指数 57%来算的话呢 美元指数可以涨到98这个水平 才会就是有一个阻力 就是到顶 那暂时来看的话 似乎美元是在目前情况 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走势 但我们一直在说到这个货币 在胜出的时候跟你也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投资者认为甚至有市场声音认为说 最保值的现在是人民币 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选的话可能真的是人民币 真的是要选人民币 因为它即使是当然它会跟着一篮子的货币变动 但是它因为有一个管理式的采取一个管理式的外汇政策 汇率政策 所以这个还是有利于人民币 还有它的利率比较利息比较高一点 还有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的潜力 所以这个还是会 就是说对人民币来看 是一个比较有稳定作用的一个情况 其他的外币 因为它受到外围的冲击比较大 反而中国比较 就是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保护性的一个经济体 所以反而这样看的话 汇率受到很大的冲击的可能性也不大 即使外国要冲击人民币 但是它的力量可能也不够 这个中国因为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以抵抗 是 所以就说这个金融市场是否完全开放 其实也是一个双刃界 我们再来看说现在有市场有声音就认为 包括像这个原油市场 现在受到这个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是越来越小了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油价几乎对于这些风险 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反应的 包括现在大家觉得可能现在有一个全球的同步复苏 或者是这个再平衡的一个关系会改变到这种局面 能不能够说如果接下来供应少的话 那整个市场会达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关系 原油基本上是非常的受供求的因素影响 因为过去在2015年的时候 你说这个油价对于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反应不是太大 这个也是因为美国在2015年开始大量的产油 这个基本上已经扭转了改变了整个原油市场的供求的问题 但现在由于经过了这么多年QE 然后大量的资金在市场里面 什么都被投资者买光了 你还有什么可以买的 原油跌到30美元40美元是很低很低的水平 几十年来的低点 那你不去买 那还有什么就是说实际的 physical的一些产品可以买呢 所以这个这样的角度来看 似乎就是说债券什么都跌了 债利息都跌了很低了 然后也不是一个不再是一个就是避险的一个产品 那原油呢其实还是有一个实际上的需求 那最近就是说SATA阿拉伯他要减少这个库存 这个也是看到这个对油价有的支持 那美国的库存呢也是从4月份开始了 达到一个大概5亿多桶降到目前最近的大概4亿多桶 那降幅比较大一点 那如果美国的库存也下降的话 其实对于原油是有一个支撑作用 那短期来看的话似乎在50美元已经站稳了 那上面的一个挑战的目标可能就是55美元这个水平 那说到之前有一个这个小道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好像说这个沙特他提出一个计划 但是接下来他可能他想发展一个城市 打造一个城市是没有说原油或者是任何污染的这些能源的 要取代一个可能用所有新能源来替代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沙特一直都是一个产油的大国 如果他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污染的计划 一个完全新能源的这样的计划的话 是否还是在短时期之内其实根本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长远的部署 因为他也看到就是说美国已经扭转了改变了这个原油的 它的控制权应该是中东的控制权 所以它要转向一个新能源 或者说因为叶炎器还有其他的 你不发展新能源 其他的西方国家正在发展 因为原油不可能是永远的一个 就是能源的这个 就是供应的唯一的提供 所以就是这个终于 终于有一天会用完的 所以这个还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那万一它的原油都抽光了就没了 它的经济就完蛋了 所以这样还是要向着一个新的一个角度 但是这样的一个步伐 现在开始还是不是说比较 不是太晚 还是可以 因为往后的时间还长 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 这个新能源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方向是我觉得是应该有的 我觉得 还是很有远见的一个决定 对 没错 好 谢谢Patreon的分析 我们也是稍坐休息 待会回来